其實就我們這一次開發的 我們就以三個元素來講 那一個就是大家很熟知的 人間陶館 對 那個是13號的 就是正館之寶 對 大家知道是13號 那再來就是它有一個 奢口縮緊的陶館 那那個的 那個東西可能需要特別說明 因為如果大家 如果講它的紋路的部分 大家會覺得它就是一個陶館 因為其實13號出土的陶制品相當的多 那第三個就是 就是這裡也是很容易的 就這樣拉出來的青龍刀餅 對 青龍刀餅是一個很容易的 那我們就選了這三個元素 那其實裡面我們這一次開發的品相裡面 有馬克杯 然後咖啡杯台組 然後還有一些你看到的瓷潭 跟湯碗 那為什麼我們大部分選 因為當然還有其他像是可能 一個帥氣包 是很適合年輕人的 然後再來就是有 生活裡面的吸鐵 也是用了麵桃罐去做成的 那我們希望這些小東西 可以讓一般的 年輕人要上班去 它其實是有得到的 那在我剛剛講瓷器的部分 或什麼我自己是特別想說 欸 我們要來做一系列瓷器的部分 所以我們覺得當你把這些 很有歷史價值的文物 攪換成餐具 它不再是這麼的遙遠 就像有時候其實你到國外旅遊 你會看到英國 看到哪個國家 會有很多很漂亮的瓷潭 誰有才會 然後你就可能再加一堆東西 可是當然就是不同國家的年輕 所以文化的不太一樣 可是我們也需要說 這個東西也可以像 像在別的國家一樣 是被我們所收藏的 它會覺得說 欸 我家有一陣套 13年的這個產品 這樣 我是從這個概念去做成發病的 對 所以我們覺得 它應該就是 好玩 接著 你應該的是 你在哪裡 在哪裡 你應該會 好幾個 只能說 打不穿 你應該是 好幾個 打不穿 他網路 你應該是